Brigid 最不像队长的这位队长 年龄和资历上 我们会以为会是改革 结果是Brigid 我是觉得Brigid 我跟她比的话 我觉得我的 沟通能力和交际能力 没有太强 谁站出来当队长 我觉得都不如她来当队长 有说服力 首先我很感谢 节目组给我这个机会 和现场三十多位哥哥 让我和你们在一起并肩作战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 很多人 大家都是我屏幕中的偶像 我只是隔着电视屏幕 在看你们 有一天我也站到这个同一个舞台 和你们一起竞技 和你们一起学习 我觉得这是Brigid的一个荣幸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要很感谢在场的所有的 三十二位哥哥 谢谢你们 加油 加油 然后其次我想要对我们的铁三角说 谢谢Guy哥 谢谢Ricky 给我这个机会 虽然我不是完美的 但我是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人 所以说既然你们把这个机会给了我 我一定会做到好的 Brigid的意思就是乔 那什么东西是乔 就是这世上没有路的时候 那就有了乔的出现 谢谢大家 讲得好 说得好这个说得好 讲得好 讲得好 应该你这么 我也这么 请把给我们的 队长 队长 风格不同 我越来越喜欢Brigid 他虽然是年轻 但有时候讲出来的东西挺成熟的 他当队长 让我对他们这个Guy这个团队 有了更深的印象 因为他年纪不大 但他首先第一句话 先尊重所有的哥哥 非常地有态度 他姓布 他姓布